山岸道的时间短了 山岸道就好比出来度假了 观光旅游啊 山岸道是老家了 出去几天呢 又要回老家了 这个我们在地上经常看得太清楚 太明白了 就佛说这是大错了 怎么样才是正确呢 齐心动念为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 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 超越三界了 这是正确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教我们真的 真正的破迷开物 利苦的路 这个路不是三界里面的路 三界里面没路 超越三界才真正的路 就佛讲三界同苦啊 天上也有苦啊 苦少一点 但是还是苦 这个道理与四十真相 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然后对于佛陀的教会 是真正感恩的 我们真是幸运了 这世界人家运气真好 遇到佛法 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 我们遇到了这一生呢 真的在写错了 要遇不到佛法 我们跟金城讲的 我们起心动念 还是造业 还是造罪业 明了之后了 为佛法 为众生 为佛法呢 希望佛法 普遍地流通 希望佛法 救助世界 能令一切众生 得佛法的利益 要发这个心呢 念念要想到一切众生 不但全世界人类 还有畜生呢 还有恶鬼呀 还有助天呢 所有一切众生 都能得到佛法 殊胜的利益 我们这个心量就脱开了 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 佛 为一切众生 佛物 最书正的 无过于建立佛法 而建立的佛法 就是一交风险 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 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 在我们工作上建立 在我们厨师待人 借物里面建立 是整个社会 大家生活当中 过行过夜当中 通通通建立 建立佛法 所以建立佛法 大家都知道 佛物学会 佛物大众 现在人讲法 做出细身奉献 那就是菩萨 真正这样做 得福 无有穷尽 佛报现前了 佛教给我们 要舍 不要去想 一想佛 就迷了 就糊涂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舍得 舍是因 都是果 舍财 得财 舍福 得福 舍什么 就得什么 得到之后呢 又要舍 舍得了 第二层意思 就更深了 把你所得到的 再舍掉 那你得到的 就更殊胜了 更圆满了 永远自己 不享受 有佛报 这个佛报 给一切众生 享受 这是真正的 佛菩萨 硬化在世界 这个世界有没有呢 有 懂得佛法的人 真懂了 他就 依教风险 他就 这个做法 我听不懂了 有没有 最后 他就